各位新老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本期我们来聊聊周朝的崛起 聊到周朝崛起,需要从周武王的祖父聊起 他是周朝崛起的奠基人 周武王激发的祖父,纪利,姓姬名利 纪只是他的排行 古代以博、仲、书、纪来表示长幼次序 古人喜欢用排行加名字来称呼 纪利是周部落的开基之祖 上古周族的杰出领袖古功胆富的幼子 纪利有智慧有谋略,鲜明开化 一直受到父亲的重视 周部落的崛起壮大,要追溯到商王无以时开始 周部落和商朝就是友好的交往关系 而纪利即位后,利用商朝强大的势力 与之贵族通婚,迎娶太任为妻 积极吸取商文化,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 让自己有了一个强大的后盾 又不断地实行扩张 大举进攻相邻荣敌部落 不断增强军事实力和周部落的统辖范围 周就这样不断地强大起来 一直到商朝后期 周成为了西方最强大的部落 商王都不得不承认其西部霸主的地位 纪利成为引领周走向强大的引领者 也成为了周文王至极灭伤的奠基人 周作为商朝统治下的部落 须以商王为中心 纪利曾经伐戎敌 多次立下赫赫战功 西洛鬼戎 燕京之戎 于吴之戎都败倒在纪利手下 后来还利用商王文丁的支持 歼灭成国 征服了北方一带的戎敌部落 商王因此任命纪利为牧师 即为各诸侯之长 周部落的权势 一时间成为了商王朝最为忌惮的存在 所谓功高震主 周自从一跃成为诸侯 尽相归顺的对象之时 周王文丁便对纪利诸多猜疑 后来找了个理由求死了纪利 但是纪利虽死 当时的周已经足够强大 而商朝腐败 四方诸侯皆对之不满 推翻商王朝重担 便交给了他的儿子 大名鼎鼎的周文王姬昌身上 风神演绎有四镇大诸侯 统领八百镇小诸侯 分管东南西北四方 各领二百小诸侯 这四大诸侯分别是东伯侯江桓储 北伯侯崇后虎 西伯侯鸡昌 南伯侯厄崇宇 鸡昌承袭西伯侯爵后 也是四大诸侯中名气最大的一个 在位期间 勤于正式 重视发展农业生产 李贤下世 广罗人才 还拜江上为军师 使得天下三分 其二鬼州 为五王灭商奠基坚实的基础 除此之外 创周礼被后世儒家所推崇 东伯侯江桓储是商咒王的大臣鬼侯 他原是商咒天下八百镇诸侯之首 总镇东鲁二百路诸侯 他与恶侯鸡昌同为商朝三宫 咒王原配夫人江王后是他的女儿 打己害死江王后 为斩草除根 商咒王将江桓储 鸡昌 恶崇宇 崇侯虎 等四大诸侯诱骗到昭戈 诬陷江桓储谋反 江桓储怒不可遏 当场大骂咒王 隶属咒王之罪过 咒王大怒 用巨钉盯住了江桓储的手足 并被乱刀遂舵 江桓储和江王后 被咒王无端杀害后 江桓储的儿子江文焕悲愤交加 自立为东伯侯 竖起反商大旗 是八百路诸侯中第一个造反的 江文焕十分骁勇善战 有万夫不当之勇 但是由于有勇无谋 攻打游魂关十数年不能攻克 最后在惊诈 木诈的帮助下 理应外合攻破游魂关 参加了梦经的大会诗 并且提出推选激发为讨伐军盟主 咒王大战天下诸侯 江文焕大骂昏君 率先向咒王杀去 江文焕一边将咒王打伤 立下其功 殷商灭亡 江文焕立保武王登基 天下太平后 江家仍旧坐镇东路 南伯侯厄崇宇的历史原形是 商咒王大臣厄侯 总镇南方二百路诸侯 商朝三宫之一 东伯侯将还储 因为自己的女儿 被商咒王无故杀害 当场大骂咒王 隶属咒王的种种罪行 而激怒了咒王 被剁成肉将 恶侯为鬼侯据礼力争 也一同被咒王剁成了肉干 而恶崇宇的儿子恶顺 在厄崇宇被咒王杀害后 继承为南伯侯 起兵反伤 先是被摩家四将打败 后来又重整人马 攻打三山关 然而由于本领平庸 多次被邓九宫打败 最后总算打破三山关 在孟金和天下诸侯 惠师伐咒 大军兵禁昭歌 咒王大战天下诸侯 厄顺不是对手 在混战中被咒王一刀杀了 北伯侯崇侯虎 是四大伯侯中的另类 因为他对咒王言听计从 算得上咒王的铁杆追随者 也是摘星楼和露台的修建者 崇侯虎是被其弟弟崇黑虎 送谢周迎的 还是一大家子被送谢周迎 用崇侯虎自己的话说 岂之亲弟献凶 一门进爵 就这样 崇侯虎父子被其亲弟弟 送到江子牙手中给斩了 最终西伯侯姬昌侥幸 未被咒王杀害 而且完好无所地回到了西齐 这到底是为何呢 咒王为何要放虎归山呢 因为姬昌凭借装傻冲愣 消除了咒王的疑心 咒王认为 姬昌是个神算子 故而对他颇为忌惮 可是 当咒王把其子伯一烤的肉 做成肉饼 送给姬昌吃时 姬昌却津津有味地吃下肉饼 咒王因此认为 姬昌盛名之下 其实难付 连自己儿子的肉饼也算不到 故而放他一马 咒王放过姬昌 还有更深的原因 因为西周可以为商朝 抵御西部的孤竹荣 鬼荣等荣人势力 若果一旦咒王杀了姬昌 那西周势必与殷商为敌 一旦杀了姬昌 西周集团不可能再为殷商 抵抗荣人势力 荣人势力一直是让商朝 头疼不已的编换 这些荣人不讲道义和规矩 而且英勇善战 西周即使不反商朝 只要让荣人长驱直入 都必将严重损害商朝自身的利益 更何况 万一西周气急败坏 与荣人联合 后果简直是不堪设想 所以与其杀了西伯侯姬昌 不如留着他继续替商朝镇守边疆 这也是为何姬昌吃下肉饼后 费众等奸臣多次提醒咒王姬昌 是在装傻冲愣 咒王仍然释放姬昌的原因 咒王未必不知姬昌装傻 但从姬昌的装傻中 他发现姬昌已经被自己震慑了 再加上他不敢杀姬昌 于是只好将其放回西周 但他没想到这一放就是放虎归山 咒王解决四大伯侯的问题 以为天下无忧 便开始追求物质上的富饶 花费巨资修建了露台 并造了一个九池肉铃 使国库空虚 而在军事方面 商咒王还沉迷于对东南那些少数民族用兵 虽然结果以商朝方面获胜告终 但也俘虏了大量的奴隶 也因为主力部队远在东方 导致昭歌空虚 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军队力量 姬昌对国家进行了一系列治理 周部落得到了极大程度的发展 多个方面都远远超于其他的部落 取得了极大的成效 比如他重用吕尚等贤臣 使得国力愈加旺盛 而在对外关系上 他则宣扬缓和各国之间的矛盾冲突 得到了诸侯王们的依附 趁此机会 姬昌决定建立一个反抗商朝的战线 而长年来饱受商咒王欺压的诸侯王们 不愿再忍受皇帝的残暴 因此便顺势向姬昌靠拢 在姬昌意识到 依附自己的力量愈发壮大 而商朝的主力部队也还在东方之时 便抓住这个机会 向天下的人宣扬他才是天命之人 公元前1056年 姬昌正式地自立为王 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周文王 但周文王也清楚 现今并不能与敌人硬碰硬 因此一方面小心翼翼地与商朝保持良好的关系 继续朝供 但另一方面却在等待时机的到来 命令军队随时做好准备 就在姬昌自立为王的第二年 他便带领军队对犬戎这个少数民族发动了攻击 之后又攻打屡次侵犯邻国的秘虚 顺利地解除了攻打商朝的后顾之忧 这只是开始并不是结束 之后陆陆续续的姬昌 也发动了一系列的对外征伐战争 他所针对的对象 都是臣服于商王朝的附属国 等这一系列战争下来 周文王就已经切断了商朝与西方附属国之间的联系 时机已经成熟 周文王便将都城迁徙到了陕西一带 让国家不再受到那些少数民族的侵扰 并更加有利于向东方扩张 但在周文王统治时期 他始终没有对商朝方面发起攻击 都是在做着准备 直到他的儿子激发继承王位之后 立刻就对进攻商朝做出了全面的部署 这个时期 商朝内部也发生了激烈的矛盾 商周王杀害了自己的叔父 囚禁了另外一位叔父 使得那些贵族阶级各个畏惧不已 唯恐自己的性命受到威胁 基于此 这些人就加入了周武王的队伍之中 使周武王得知了许多商的内部消息 公元前1046年 在逝世之后 周武王亲自率领着战车300辆 以及精锐的士兵3000余人 步兵数万人正是对商方面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在快速行进之下 周朝军队很快就抵达孟金 与之前的一些部落联合起来 联军总数一共达到5万人 在刚刚将联军部署安排妥当之后 天空就下起了大雨 联军继续冒雨向东方前进 在所有的军队抵达木野之后 周武王便开始做着最后的准备 其中自然离不开激励士兵 他公开发表了一篇演讲 其中的大意就是 商周王大势已去且不得人心 若是全力以赴的发起战争 那必然能够获得胜利 给予商一次强烈的打击 士兵们表示认同 分分附和 在战斗时展现出极高的战斗力 再来说说商方面 等到知道消息的时候 商方面再进行反应已经来不及了 刚刚才接到了前线告急的消息 却不料 商周王还没有来得及做出部署 联军后脚就已经抵达了昭戈城外了 早在之前就已经说过 商朝这个时候的军队还在远在东边 城内根本就没有充足的军队可以抵御敌军 也没有能够使用的战车 只有勉强凭借着步兵 与士气旺盛的周朝方面交战 商周王无可奈何 只好连忙组织了大批的奴隶 以及镇守在国度的军队继续迎战 对此 周朝方面由旅上带领着数百名精兵 首先就冲破了敌军阵营 极大的震慑了商朝士兵 使得其阵营混乱 而周武王带领清兵冲上战场 给予商朝方面一个巨大的打击 与多年来的部署离不开关系 牧野之战最终也周朝方面 获得了胜利而告终 在这之后 商朝根本就无法威胁周王朝的统治 但在这种战争中并没有彻底的消灭商 原本的一部分土地 仍旧掌握在商周王儿子武庚手中 他建立了英国 作为商朝的延续力量 等到当周武王去世之后 武庚又联合那些旧臣发动了叛乱 还是在周公弹以及周承王的联手之下 这才让商朝的残余力量全军覆没 但不管怎样 牧野之战在当时来说 地位无疑是重大的 也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 这场战争结束了商王朝 在中原地区六百多年的统治 也确立了西州王朝的建立 为西修时期繁盛局面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而在牧野之战中 其中所蕴含的军事谋略思想 以及作战手法 也对后世的战斗 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意义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各位观看 我们下期见